辽宁振兴发展取得新突破 高质量发展是题中应有之意 而高质量发展的色彩是绿色 也必须是绿色 今年全国两会 习近平总书记下团组 11次提到了高质量发展 22次谈及生态 绿色发展不能只是口号 必须成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这对辽宁尤为重要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努力打造出符合战略定位 体现辽宁特色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验场景 谋发展一定要追求可持续 上项目绝不能以牺牲环境 破坏生态为代价 增强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近年来辽宁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但存在的短板依然突出 生态文明建设更是任重道远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 也是关乎国际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用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 是在吃祖宗饭砸子孙碗 这样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再干 也绝对不允许再干 辽宁科研的选题 产业的选题 都要重点考虑探达峰探中和的问题 从绿色转型大背景出发 选好题目 选准题目来推动产业变革 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这既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兼具任务 更是我们必须扛起的时代责任 不管有多么艰难 都不能犹豫 不能退缩 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背水一战的勇气 攻城拔债的拼劲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 并弃损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 算大账 算长远账 算综合账 让生态优势作为辽宁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 让绿色成为辽宁高质量发展最鲜明 最亮丽的底色 感谢观看